解釋與參照的這個範例 裡面的話呢,上禮拜我們有講到有關檢視與參照 當然我們 用了一個叫VIRU函數 其實這個函數當然 用到的機率會非常的大 如果你 不會用這個函數的話,很多資料是查不出來的 不過這個函數它有一些 限制 就是說它查的時候,一定特別注意 你如果像我們這一道題是 比如說009,或者輸入編號 假設輸入編號,自動帶出其他欄位的資料的話 有沒有,就是輸入哪一個編號 當然這個編號裡面 如果找不到的話 假設你這個最後一個參數給1的話 它會找接近的 如果你最後一個參數輸入0的話 它會 出現什麼呢? 它會出現找不到 就是 有個錯誤訊息 這個上禮拜有提到 另外的話呢,當然我這邊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輸入0的話 按確定,它這邊一定會出現什麼? Not available 這個函 就是錯誤嘛 然後呢 NA的話就是 Not available 意思就是找不到資料的意思 所以呢,這個地方假設你 不過理論上常用到還是用 一定要找精確的 或是它如果沒有 它給你一個 就是 不一樣編號的資料 那實際上也會造成一些困擾 另外的話呢,我們還利用一個叫弱函數 因為我們 這個 V 函數其實它這四個 這個四個參數的意思 就是說 你要查什麼資料 查什麼編號 所以它特別注意 一定是只能夠 查那個第一個欄位 那哪個第一欄呢? 就是 你要查詢的範圍資料 的第一欄 OK 那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你要找的資料 在哪一個範圍 table array table的話就是資料表 array的話就一個範圍 table 資料表範圍在哪裡 OK 然後你第三個問題就是colum col就colum index number 就第幾欄的意思 那第幾欄的話 當然我這邊是2345 比如我今天要把2345帶過來 可是它是橫向 要把它變重向的話 那你可以再配合一個叫弱函數 弱函數的話意思是說 我現在在第幾列 那你可以透過 這個列 弱函數呢 自動幫你產生2345的這個 這個數量 OK 因為其實我們主要是 要產生這個2345的這個數字 所以才用弱 之前有同學一直覺得 很奇怪 明明是要抓哪一欄呢 為什麼用弱 因為弱主要是帶出那個數字 跟那個欄無關 所以有時候不要搞錯了 我之前同學一直欄跟欄搞不清楚 橫向就藍 哪一 重向是藍 橫向是列 哪一列 OK 藍跟列要搞清楚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把資料 快速帶出來 不過呢 那個 V卵數限制其實還蠻多 很多東西其實做不出來的 那什麼情況做不出來呢 包含 我們後來會講的一題 就是325這一題 人事芬蘭 那這一題打開之後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 就基本上如果你用 V卵數 應該 是做不出要的結果 哪怕是可以做出來 其實也會非常的麻煩 那首先的話當然 就是我上禮拜講的 這個前面 它的主要資料來源 就是 單單一整欄 反正這一整欄 它就不分了 就全部都把它放在一欄 其實你們常遇到 類似 人家給你的資料 就類似這樣的 他就給你一個 無序的資料 因為原始資料 那你要把它變有序的 有序就是要針對你將來 報表又用到欄位 你要自己產生出來 常常一定給你的資料 一定就是 不是要 你要的資料 那你要怎麼把它變成 你要的資料 你才有辦法再去做後面的報表 的這種 這個應用 所以呢首先我們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之前講過就是 你要把1234 改成1234 然後後面的話呢 變成1234 在5678 變成在5678 有沒有 所以要特別注意 你要解決什麼問題 你要解決就是用 上禮拜有提到 用index 這個地方當然你不能用那個 就是V的函數 所以我們可以用 用index index呢 實際上主要 他需要跟你要 三個訊息 第一個範圍 範圍指的就 b2一直到 b33 這個範圍 那 這個範圍裡面呢 請問一下 你要這個範圍裡面的 哪一欄哪一列 幫你 幫你複製過來的意思 所以index 實際上就是 幫你把一個範圍裡面 抓到 那個範圍裡面 哪一欄哪一列 幫你把它 那個資料 複製過來 這個index 主要的用途 我們基本上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 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只有列的訊息會變更 第一列 第2列 第3 其實都同一欄 這個 只有一欄而已 所以 column number 其實不會變 會變的話 基本上 就是這個數字 1 變2 變3 變4 5 6 7 8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今天要用index來抓資料的話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只要產生low number這個數字 這邊1 這邊2 3 4 再來5 6 7 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樣先產生這樣的一個 數字 所以第一步如果你要做index 之前 你可能要先產生 上面這個1234的一個數字表格啦 那怎麼做呢 當然喔 我們其實可以這樣 我先把這個删掉好了 如果我今天呢 要讓它產生這邊是1234的話 那其實有個方法 插入函數裡面喔 各位可以用那個 檢視與參照裡面喔 貓哥沒用過column 這個column函數的話 它跟那個roll有點像 roll是抓到你現在的儲存格在哪一列上面 那column剛好 就是要抓什麼 在哪一籃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告訴你說 現在你是在第4籃 所以你把它向右拉的話呢 5678 一直拉 有沒有 就是它會 抓到你現在是在第幾籃的數字喔 OK 不是DEFG喔 是數字 不是 那個名稱喔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要幫它從1開始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column 減掉多少呢 減掉 減掉3嘛 4 5 6 7 按確定 打勾 1有沒有 向右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話呢 還是1234 所以喔 其實 第2步 當然第1個我們1234OK了 可是我要怎麼樣可以剛好呢 後一個列喔 它就可以自動再幫我加上4 有沒有 其實容貌4欄嘛 也就加上4的1倍 1加上4嘛 就5 6 7 8 那下一個的話是4的2倍 4的3倍 有沒有 所以其實倍數的話是用乘的 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剛好向下的時候呢 剛好它就加1倍 加2倍 4的1倍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其實可以跟什麼呢 跟一個叫Row函數可以搭配 Row 向下呢 就是4的 有沒有 4的1倍 所以呢我們可以先怎麼樣 這邊就加上什麼呢 加上4的1倍 那我們可以喔 後面特別重要 你可以先在這邊 用那個Row函數 Row OK 那特別重要它這個時候呢 會抓到你現在在哪一列 第二列 可是問題呢 我現在這一列 我不需要加上4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先把Row抓到的 第2列先減掉 減掉2 那這個時候它回來就0 那我記得要先減 所以先小瓜糊 在Row 減2的前後呢 先把它減完 後面記得乘上4 為什麼乘上4呢 因為我剛好每4欄 我要乘1倍啊 所以你目前假如說是在 Row 現在是在第2列 Row 第2列減掉2那就0嘛 0乘上4還是0嘛 對不對喔 所以還是1234 可是如果你是下一列的話 剛好是3 3減掉2的話呢 剛好是1 1乘上4 剛好是4的1倍 下面4 減掉2 4乘上2 剛好是4的2倍 3倍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要產生一個 數字表格的話 可以用Column 配合Row 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以後的話你如果 這個方法可以配合index 其實還蠻方便的 打個勾一下 向右 再把它向下 有沒有發現 1到 30 2就ok了 不過我們應該是2到 應該 列數應該是2開始 所以這邊更正一下 應該要把這邊 減掉2才對 減掉2 因為我要產生的是 第2列 這一列 到第33 所以應該是 Column 減掉2加上 Row的那個 減掉2之後的 乘上 4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產生 2到33 這個意思是說 我要抓取的資料 是 第2列 第3列 第4列 一直到 33 所以喔 做完之後 接下來做什麼 把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減下來 再插入到哪裡呢 插入到index 所以剛剛有沒有用index index 在這個 裡面喔 特別注意喔 範圍一樣是 b2 Ctrl Shift 這個向下 b2到 這個 這個 b33 那 關鍵的地方 就這一個 參數 哪一列呢 就是這一列 所以我就把它放 藍因為這裡藍 所以輸入1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的公式呢 就大功告成 不過因為待會呢 還要向右向下 所以記得喔 把什麼 這個array 範圍記得 按F4 鎖起來 不然的話待會這個範圍跑掉 OK 按確定 那我把它向右 再向下 並且把這4欄 欄寬 自動調整一下 所以選取它 快點兩下 好 你會發現喔 很快的它就自動的 幫我把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帶過來 不過呢 最後一個為什麼出錯呢 這為什麼錯 最後一個 33 33 B2到B33 沒錯 Column 這個的話再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 這個也會自動帶出藥的結果才對啦 可是這邊為什麼 散一散它帶不過來 喔 不過 這個待會再看一下好了 看哪邊 不對不對 它現在變成內部號碼 啊 最後一個 最後一筆好像 我是不小心把它 刪掉 還怎麼樣 這個要散一四 也不對啊 這樣就多一筆了 不是這個喔 錄子 時間 對 沒錯 OK 功耗不見 不對 啊我知道了 因為喔 應該先抓這個 不對不對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1 這個範圍 的第幾 所以這個 應該 這個應該 剛剛一樣 應該從1開始 所以剛剛是 減3嘛 減3才對啦 更正一下 應該是減3 所以 減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列 不是指外面這個 這個這個的第幾列 所以剛剛特別主要 index指的是 這個範圍的第幾列 跟那個外面這個列無關 所以很容易混淆 把它更正一下 所以這樣應該說OK了 把它向右 向下 所以剛剛應該是要1到32才對 而不是2到33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最後一樣 把它向右 選四欄 然後快點兩下 但是呢 現在呢 還沒做完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 冒號部分 的前面資料不要 為什麼要重複嘛 藍文名稱幹嘛 上面已經有了嘛 有沒有你下面這邊幹嘛還每個都要加 這個藍文名稱多餘喔 所以呢 下一步的話 要能夠怎麼樣 快速的把 這個前面的資料刪掉 有沒有 冒號前面資料刪掉 可是問題來了 這要怎麼快速刪除呢 OK當然不是叫你有手動嗎 如果你有手動的話 喔 那他也是浪費時間 所以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這邊的話也許各位可以想想看 其實可以講 他的長度 有沒有 剛好就是 這前面的 這個前面的那個長度 一模一樣 然後再加一個冒號 再加下一個字 就是我要抓的資料 所以其實這邊你可以用 LEN喔 有沒有 LEN去抓這個長度 算這個的長度 然後再加上 的函數 其實就可以把後面的東西 給刪掉 OK 所以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1 你可以用那個Column跟Row OK 先把那個Column跟Row 部分的話 先把它做出來 特別是 不是 那個 2 不是指 這是外面 指這個 這個範圍裡面 這邊應該 減掉3 Column 減3 加上Row 減掉2 先歸0 然後乘上 他的倍數 這樣的話就可以很快的 產生 我們要的 1到33 1到32 然後再把這個公式 放到Index裡面 就可以把我們要的資料 給切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那當然 如果 你這個地方 不用那個 Index的話 當然其他有別的函數可以啦 不過V2函數應該是做不出來的 我看起來其實也是相當麻煩 那這一題的話 當然 如果你用VBA來做 也可以 很快做完 方法大概雷同 寫的方法不外乎就是跑個回圈 有沒有 然後再把你要放的位置跟他講 這樣自動他就把結果 完成了